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运斗镇高兴村一个村民小组的二三十户人家住在离极镇七八公里的大巴山里 这里山高人稀 村民们买日常生活用品很不方便 二十年前七零后盲人张守学花三千元 搭起小木屋 开了个小商店 他用背篓把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种子农药化肥背进了大山里 二十多年足足背了四十多吨货 七巡老农王昌学在张守学这里买了一袋一百斤的尿素 王昌学说要山下送再加二十元也没有人愿意 家里的七亩地也就种不成了 我们这里太偏了 我们这里猪养大了 卖的最便宜也没有人来收购 生于1971年的张守学 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 六岁时张守学患上了角膜炎 但殷家贫没钱看病耽误了治疗 导致双目失明 失明的张守学没上过一天学 童年少年都是在一片漆黑的大山里 在父母的抱怨声中度过的 自卑羞愧懊恼恼的张守学想过自杀 有本事你也到地里干活 母亲的埋怨触动了她的心 我不能死 我必须独立自己养活自己 两千年 张守学搭起一个二十来平米的小木屋 开小商店 吃住都在这个小木屋里 快三十岁的盲人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 张守学杵着棍子 一步步探着路走过了山石路 跨过了小河流 用碑楼到镇上 背回了老乡们需要的油盐酱醋烟酒 每年背进山的货多达二吨 背一次货 来回得走三四个小时 一次背三捆啤酒 六七十斤的背篓在她肩上也不算啥 唯有一次摔倒 那次真是累到了 碎了三瓶啤酒 张守学说 刚开始下山到镇上进货 张守学害怕见人 总觉得自己是个残废不如别人 但和别人接触后 张守学感觉到了人间的温暖 从自卑害羞的心境中走了出来 性格也慢慢开朗了起来 这里就几十户人家 小商店力薄 一年也就挣几千元钱 主要是方便老乡 方便自己 山里人都很淳朴 开店二十多年 连一颗糖也没有丢过 老乡们都很照顾我 张守学说 生活上张守学也在不断琢磨 适合自己的方法 水烧开了灌不到水壶里 就用饮料瓶做漏斗 商店里有多少货 摆在什么位置记得清清楚楚 脑海里记着一百多个电话号码 洗衣服用足洗衣粉 用浸搓清水头六遍 摸起来爽爽的就一定洗干净了 生活中的一套小妙招 让盲人张守学在大山里过得有滋有味 脸上总是挂着豁达的笑容 大山里的老乡都爱聚到 张守学的小木屋商店前聊聊天 唱唱山歌 要是哪一家家庭不和夫妻吵架了 张守学就去调解 家庭要和睦 要团结 一家齐心什么事都好办 我没有上过学 也不会说漂亮的话 他们相信我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能听进去 这个人是哪一家家庭 和睦